這個蘇貞昌是最近這幾年 任期最長的行政院長 這個竹竹當了4年多 這麼長的時間 蘇貞昌的這些人馬 你吃飽了嗎 所以你看到這個警政署長 譬如說遠山飯店的董事長換人 難道不換嗎 我不曉得大家 挑撥離間的功力怎麼這麼差 難道要繼續做 你蘇貞昌已經下台了 賴清德都當總統了 蘇系的人馬繼續 所以你看到520之後 警政署長馬上就下來了 警政署長本來就是蘇貞昌的人 那個黃明昭 立刻賴清德當換他的人 換他之前在台南當市長的時候 這個台南的分局長 他就隨便找一個上來 就當警政署長 所以你看當年 韓國瑜在幫何惟宇扶選的時候 他說什麼 民進黨你吃飽了 對吃飽了 你本來就是這樣 民進黨你吃飽了 這各派系在吃對不對 民進黨吃飽了 本來這個賴清德執政 派系本來就語入均沾 觀眾朋友 你不要被這兩個人轉移焦點 這兩個人最後都會投降的 沒有什麼陳廷飛什麼 王世堅來自稱是奸戲 民進黨哪有什麼奸戲 就像剛剛袁志兄講的 賴清德執政 他怎麼可能讓你有奸戲 那你看 就現在520到現在兩個多月了 哪一個派系沒有糖吃 哪一個派系沒有宮殿 我就不要再點名 因為點名就傷感情 有些之前也來過宅宣的節目 那大家都有分到糖果 都有公殿 這兩個沒分到嗎 王世堅沒有嗎 陳廷飛你以前的派系 政國會沒有嗎 對不對 林家董林又昌 哪一個沒公殿 你只是在那邊 你想要選台南市長而已 這有什麼好該的 他做這種派系的分配 這種民進黨吃飯 這個不是賴清德發明的 從以前的阿扁總統到蔡總統 他們執政的時候 民進黨的派系 大家都很和諧 那我要問大家 藍綠白的立委 誰拿國營事業的補助 我要請問大家 藍綠白的名嘴 誰拿了政府單位的標案 我講的就是周一寇 周一寇不是只有台電拿50萬 對不對 還有我最喜歡講的 台電跟中油的牧林基金 誰拿了錢 誰拿了錢 這個國營事業的預算 在袁志兄 他們這些立委的審核之下 國營事業的預算已經通過了 那這個可以公布嗎 各位觀眾朋友 台電中油每年都虧損幾千億 然後台電跟中油 還有牧林基金 讓這些立委 讓這些名嘴去拿標案 然後跟你講說 我虧損我沒有錢 你憑什麼跟我說 你虧損沒有錢 你沒有給我標案 袁志兄你幫我喬一下好不好 跟那個什麼國營事業 也弄個標案來給我 我是開玩笑 你不要真的拿 不是 我不太懂 你們立委 你們到底是把關什麼 國營事業每個虧損 然後每個預算都通過了 每天都跟你講說 我虧損 我虧損 然後不敢漲價沒有錢 然後有一些特定的立委 跟特定的名嘴 就跑去跟國營事業講說 你要給我抖妹 你要給我標案 不然我在立法院就罵你 哪有這種事情呢 那這些東西在韓國瑜 當院長的立法院 有改嗎 有查出來嗎 也沒有 還不是一樣通過 所以翟軒 我的結論很簡單 誰拿的 袁志兄你當壞人好了 你長得也像壞人 你公布 你就公布中油跟 你面惡心善 你面惡心善 那我是面善心惡了 就公布 翟軒 我跟你講 這個講了很多年了 旺澤這個講了很多年對不對 沒有人敢公布 我可能我這個有生之年 看不到這個名單 因為這些東西他們蠶食精吞 每年都在拿 藍綠 白 白我是不曉得 藍綠都在拿 這個我可以肯定 白有沒有變壞我不曉得 那就公布 看誰拿 觀眾朋友我跟你講 很多你在電視上看到 道貌岸然 每天講的依正慈眼的 他們都有拿 只是都不敢公布而已 這個旺澤兄說不能得罪棒球迷 可是棒球迷也是讓人看不起 這個當初的新竹棒球場 高宏安做了多少秀 結果白忙一場 所謂的新竹大米堡也沒事 這個新竹棒球場 這是2022年的7月 那時候就是剛剛旺澤兄 提到的林志堅 他請蔡總統來開幕 現在是 我不知道20幾幾年 這個是兩年前的事情 現在應該是8月對不對 2024年的8月 請問新竹地檢署 你辦完了沒 不是 你要嘛 你就辦林志堅 要嘛你就把案子截掉 新竹地檢署 這是辦的什麼叉叉呢 我不曉得你什麼時候要截案 這一個棒球場你要查兩年 高宏安都已經被停止了 你還查不出來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你去談台南那個案子 我是覺得也不會去查 台南地檢署 連那個陳中葉的小雲 都查不出來 這個我昨天跟大家講說 台南的淹水 我跟大家講 我們明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治水預算編了551億 這個不是特別預算 這個是編在中央政府的 這個總預算裡面 會不會再追加 會不會再用特別預算 我是不曉得 可是大家 我們看這個之前 7月底的這個颱風 高雄淹得很嚴重 我故意把它放大 誰拿最多 20年花了一兆 台南的前佔預算是最多 台南是最多的 台南你本上多 對不對 那我請問你 治水的這個 你繼續在淹水 那你錢花去哪裡 你分到最多的錢 然後還在淹水 那我請問你 那來清德你要出來 來清德你要出來講 你的本命區 為什麼拿到最多的錢 然後台南沒有颱風 只是雨大的一點 就開始淹成這樣子 誰要負責 我之前講高雄的部分 我很不高興 我點名了 這個國民黨的高雄市議員 那我請問大家 國民黨在台南有沒有市議員 很像也有 那國民黨的台南市議員 你在幹什麼 國民黨的 這個台南的立委 都是民進黨的我知道 那可能你至少還有市議員 你這些台南淹水的 台南這些治水預算 不是就像你們剛剛提的 那個什麼人工草皮 什麼天然草皮 那不就是你台南市議員 應該去監督台南市政府 還是我們在台北 在那邊說到鬍鬍鬍鬍鬍 說到催鬍鬍鬍 那你高雄市議員 台南市議員 這個翟宣 我不曉得你記不記得 那個郵鼠會發了一張 那個邱宇軒 很多寶特瓶的照片 我後來去查你知道嗎 那是去年的照片 我看了我假牙都掉下來了 你去年的照片 你還貼出來 那今年淹水淹到這樣 那你的照片呢 邱宇軒你還跑去 跟謝耀州連線 連什麼線 你拿去年 我想說這照片 是哪一個湘涵拍出來的 結果是去年的 我看了快氣死了 那你們這些國民黨的 台南市議員跟高雄市議員 你沒有立委 沒有市長 長期被民進黨執政 你這些台南市議員 跟高雄市議員 你們都要自立自強 為什麼民進黨 在台南高雄做得這麼困 你們這些市議員 要選領域都選不住 為什麼 因為你們更爛 不然你要我怎麼解釋 民進黨做得很爛 我先罵民進黨 民進黨做得好爛 那你為什麼選不贏 因為你更爛 不然我要怎麼解釋 聽到遠志兄跟旺哲兄兩位這樣子 我就覺得我們國家 非常的危險 這個我比 我剛剛說宅軒很資深 其實我比宅軒老很多 這個2010的事情 旺哲兄跟遠志兄你們還記得 十幾年前的事情 慧願兄你又在講以前的事情了 楊淑君 沒錯 當時是怎樣 我們要去告南韓 南韓把我們的這個 跆拳道的選手做掉 什麼電子襪違規 被判施格什麼的 觀眾朋友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當時是馬英九當總統 行政院是吳敦義 大家不會比你現在這個 因為我們直接被幹掉 結果是什麼 我們策告 我們跟南韓道歉 還罰了5萬美金 然後全部的人就跟XX一樣 龜縮起來 你不是去要跟南韓仲裁 要跟南韓輸贏 可是跆拳道國際 這些什麼組織是誰在控制 都是南韓在控制的 南韓就恐嚇你 說你如果再告 你們奧運就不要打了 結果我們就當歸孫子 所以翟軒你們剛剛提到這個事情 我是不曉得 袁志兄跟旺哲兄你們了解多少 可是我覺得這種 民粹當頭的時候 我的看法反而跟兩位不一樣 我認為賴總統 這沒有你的事情 你是總統 你不是體育署長 你怎麼知道真實的狀況是什麼 對不對 你不是粉絲 我們選你出來是治國 不是叫你去看奧運 奧運我們看就好了 你在蹭什麼 那翟軒我們的奧運的成績 如果這樣子就要辦遊行的話 那大陸怎麼辦 大陸我看放10天好了 大陸的金牌這麼多 大家都放假好了 對不對 香港的金牌都比我們多 我們就要慶祝 慶祝什麼呢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是不是每次遇到這種運動賽事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台灣好棒棒 像那個世大運 當初好龍兵去爭取世大運來辦 柯文哲當台北市長說 你怎麼留個爛攤子給我 結果我們世大運的成績很好 柯文哲就跑去蹭了 我們那時候不是也辦遊行嗎 對不對 那我請問大家 我們世大運的成績這麼好 我們奧運的成績為什麼這麼差 因為世大運我們是主辦國 我們都挑一些我們比較厲害的項目 所以我們拿了很多牌 然後就覺得我們像體育很強 我們也很強嗎 我們連香港都不如 不要再玩體育了 不要再用這種民粹什麼的 我們的選手有什麼委屈 有什麼仲裁什麼的 我就拿這個例子告訴大家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是我們全國都吞下去 我們看到南韓我們抬得起頭嗎 南韓就叫你道歉 你就道歉 叫你賠錢你就賠錢 罰款就罰款 對不對 那我們得到什麼 我們的選手有獲得什麼 最後你記得吳敦義怎麼處理嗎 吳敦義就跟金門事件一樣 找一些企業界募款 然後把那個獎金給 那個選手